矿区小屋传出嘶哑的呼喊 九岁男孩目睹黑衣人秘密 寻线追踪您经展开围捕 连绵的重山峻岭中 天然的溶洞和密林里 围捕如大海捞针困难重重 警民联手能否攻克难关 围捕48小时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中心 只有前方有个伞兜 我们正见地底收牌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第二续按运练计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7年2月7日 广西贺州市中山县山湖镇南路的一片老旧的矿区宿舍里发生的一起命案 80岁的老人余某在自己家的小屋里被人杀害 被害人的尸体用棉被覆盖 尸体的头部有损伤 现场的床上还有碎裂的砖 砖块和铁锤 经过详细的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之后 发现死者是被锐气刺伤腹部右侧 腹部右侧有两处刀伤 导致其肝脏肉液有两处贯通伤 引发失血性嗅嗑而死亡的 法医验明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是其肝部的两处贯通伤 但是造成致命伤口的锐气却不在现场 警方没有在作案工具上提取到嫌疑人的有效信息 但却了解到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情况 住在隔壁的九岁男孩看见了案件的过程 他是唯一的现场目击证人 他说他就听到隔壁一个老人士声音在喊打人啦打人啦之类的 然后就中心他就觉得奇怪 然后就走出去就隔壁那里看到看到了嫌疑人 当时双手摁着床上摁着一个人的样子 用着砖头往床上砸 一小时之前 九岁的彤彤听见隔壁邻居家里发出很大的声响 他趴在人家门口一看 里面是两个爷爷在打架 彤彤从没有见过大人们这么玩命 他害怕了赶紧回家告诉了奶奶 你在屋子里打架了 你要我让你去看看 快点去 奶奶倒是没有很在意 因为奶奶在忙着其他事情 然后她还有打了电话给她爸爸 用奶奶的手机打了电话给爸爸 奶奶没有在意彤彤的话 彤彤转身出了门 她发现刚才还在房间里 拿砖头打人的爷爷廖某 推着自行车准备离开 此时廖某神情复杂地盯着彤彤 只说了一句话 他说爷爷杀人了 你快点跟奶奶带着弟弟妹妹回你书公家 此时警方也才搞明白 廖某是男孩的亲爷爷 他和被害人余某打架 并且杀害了余某 之后他嘱咐孙子 让他们赶紧离开这里出门躲避 而且被害人余某和廖某还是亲戚 按照我们这边的本地的说法是同房的亲戚 是供过祖宗的 那爷爷现在去哪里了 警方结合走访和勘察的情况判断 九岁男孩所说的情况属实 杀害余某的嫌疑人廖某已经逃走 廖某和被害人余某之间发生过什么 他怎么会突然向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发难 他平时这个白人怎么样了 也没见他和什么人有交流 争吵就更加不会 那平时他跟什么人矛盾比较深一些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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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发现是吧 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样 他也比较 经常喝酒这个人 经常喝酒 对 周围的住户都不清楚廖某的动机 甚至廖某的妻子也想不明白 跟他共同生活了四十年的丈夫 为什么向邻居下了狠手 廖某的杀人动机一时之间成了一个谜 但中山警方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他作案是所用的刀具是遗留在现场的 但是我们不排除他身上还有其他的凶器 我们不清楚他是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也不排除他是不是 也许会有些精神病 病理直接在那里突然间病发 然后就伤及到无辜 这是我们很担心的点 所以说当时我们非常急得要把这个人追捕回来 怕的就是伤及到其他更多的人 伤及到其他无辜 锁定了嫌疑人廖某之后 中山县公安局立即调集警力 在嫌疑人有可能逃出的路段设卡拦截 同时警方对沿途的所有监控展开调查 廖某最可能逃走的有三个方向 其一是往珊瑚镇方向走 其二是往工会镇方向 其三就是往后山逃亡 在设卡接近有大半个小时之内 我们也安排了这个简历往这几个地方去收捕的 但是一直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呢 当时我们就怀疑这些人 很有可能会躲藏在我们这三个乡镇交界的 这一片的原子森林里面 警方在其他两个方向都没有发现嫌疑人踪迹 最后将目标锁定在后山方向 而且目击证人所指的 嫌疑人的逃跑方向正是那里 当时我们就也非常果断迅速的调集了一批警力 从下午的两点多钟就开始进行搜山 山湖镇的这片山区地形复杂 大片的原始森林连接着山湖 铜骨和工会三个乡镇 占地面积约上百公里 一旦嫌疑人进入了山里 抓捕难度极大 广区小屋里意外出现惨案 锁定嫌疑人民警进山围捕 深邃的熔岩矿洞 广袤的原始森林 可疑的黑影频频现身 民警能否将其抓捕 围捕四十八小时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7年2月7日 广西中山县山湖镇 发生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件 嫌疑人廖某在案发后 骑着一辆自行车逃走 中山警方展开大围捕 当天下午十四点 警方进入山湖镇所在的山区 进行搜捕 就是我那一片的穷山圈 全部是相连的 就是说范围非常的大 如果我们要警力把所有的出口 都封住的话 出口太多了 所用的警力 没有三五千人估计很难 把那全部封死 案发地紧邻的山区 连接着山湖 铜骨 工会三个乡镇 占地面积约几百平方公里 山里地形复杂 有水库 矿区以及大片的原始森林 嫌疑人既可以穿越山林逃往其他乡镇 也可以随意找个出口下山 若想在这里找到故意隐藏起来的嫌疑人 无异于大海捞针 所以说我当时带着警犬去 警犬去对嫌疑人的比较贴身 家里面比较贴身的物品 进行了绣缘 绣了以后就直接往各方面道路 他有可能嫌疑人藏匿的地方去受苦 但当天的收山非常的困难 因为当天天下着雨 我们的警犬的嗅源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警犬在山上面跑来跑去 也没有找到嫌疑人的踪迹 二月的珊瑚镇阴雨连绵 气温已达到全年的最低温度零度以下 民警们分析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 常人很难在室外久留 那么嫌疑人能躲在哪里 这个嫌疑人 他是相对有比较强的野外生存的能力 因为他妻子也说过 嫌疑人他早年的时候就跟着人 曾经以前曾经下过那种农洞 就是采杀的农洞 采矿的农洞去做矿 他们一去就是去几天 都是在山上的 中山县山湖镇 以盛产、稀、乌、地等矿产资源而闻名 矿业、开采和加工 是全镇财政收入 以及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后山中部有一片废弃的矿区 矿区里有不少废弃的矿洞 嫌疑人廖某就曾经在这里下矿工作过多年 他对那一台比较熟悉 他很容易就可以到这种农洞里面常用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 右前方有个山洞 我们正在地区收拆 嫌疑人对矿区和矿洞里的道路相当熟悉 而且这样的矿洞出口往往还不止一个 嫌疑人若是在洞里和民警们玩起捉迷藏 抓捕的难度会很大 这个矿洞好多个出口 地形也非常复杂 这里可以藏着难 里面还有一大节 里面那节火山 有可能它也在里面 进过里面 洞壁上不断地有水渗出 洞里又有足够的空气 民警们分析 假若嫌疑人有充足的食物 他可以一直在洞里藏匿 那么嫌疑人能够从哪里获取食物 有可能晚上出来 简单找到什么地方偷偷地找点食物 然后又继续躲到山上去 所以说当时我们晚上在就是那片山林的各个路口 我们都有安排人 24小时都在那片去守着 面对浩瀚的原始森林 仅靠中山县的警力实施搜捕 明显是困难重重 然而在山下 由各村村民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民间治安组织 警民共建理事会 开始积极地协助警方展开工作 今天我们过来是相处的 大家帮帮忙的 这里有同学长通告 然后大家证据一下我们看看 他们都是自愿的 理事会的成员是不吸取报仇的 他们对村里面的情况 人缘 低帽什么都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当天的这个搜捕行动 他们都是全程的参与 给我们带路去给村民做工作做宣传 然后提醒他们的村民注意安全 然后发现这些嫌疑第一时间给我们提供线索 我们第六小组在龙门充附近一带的山林上 见到一个疑似嫌疑人的可疑人员 案发当天下午十六点 现场指挥涂少华大队长突然接到了搜山队伍的通报 在山浮镇和铜骨镇交界的山林处 发现一名疑似嫌疑人 赶紧采取合围的刑事进行围捕 确认这个人的身份 难道是嫌疑人为了抵御寒冷出来砍柴 看到民警 砍柴的男子突然惊慌失措的转身就跑 但是砍柴的人当时他刻意地躲避我们 这个很有可能会是嫌疑人 砍柴的 砍柴你干嘛要跑 我不知道我就是胖 一年多大 今何时砍柴男子是本地的一名村民 他远远地看到了有大量的民警 就本能地想避开 这才造成了误会 肯定会对嫌疑人有所震慑 但其藏匿的地点也一定更为隐蔽 围捕必须更加细致谨慎 2月7日晚上 民警在一个私人幼儿园的监控里发现 在通往工会镇的公路上 有一可疑的身影一晃而过 在咱们这个珊瑚镇与工会镇交界的 这个方向有一个黑色的影像 很像是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的 这么一个一个影像 这个黑影是不是嫌疑人廖某 他为什么向工会镇逃亡 山湖小镇意外出现惨案 监控影像捕捉到可疑人身影 民众支持 民警找到嫌犯的投靠目标 法律面前 他们是选择亲情还是正义 围捕48小时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7年2月7日 广西中山县公安局 围捕杀人后逃逸的嫌疑人廖某 当晚21点 民警在监控中发现 疑似嫌疑人的身影 逃往工会镇方向 然而他为什么选择逃往那里 2月8日早晨 理事会成员帮助民警 找到了答案 这个理事呢 跟我们反馈 这个嫌疑人呢 有一个妹妹 曾经是在20多年前 就已经嫁到了 这个工会镇的东绿村 这个是在我们前期的排查 在她户籍调查里面 是没有发现的 甚至在她的家属 亲戚 朋友 之前了解 都一直没有发现 反映这个情况出来 这个呢 无疑给我们带了一个 很重大的一个线索 再结合我们这个监控视频 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 这个嫌疑人实际上 在案发后 往工会镇的方向去了 案发的第24个小时后 民警来到了嫌疑人 在工会镇的妹妹家中 然而 嫌疑人的妹妹和妹夫 否认见过嫌疑人 现在打过了 没有 两夫妻 一口咬电 我们不知道哥德 去到哪里 我们也没有见过他 都非常咬电 他当时 眼神就很奇怪 而且不敢 正视我们的侦察员 我们就觉得 有问题 工会镇 是一个交通发达的乡镇 从这里 可以乘坐多种交通工具 离开本地 因此 民警急于了解嫌疑人 可能逃离的方向 发现有什么 神经比较可疑的人 没有 我们当时不排除说 他妹妹 会不会提供资金 资助他 或者是 给他其他的交通工具 或者 找了其他人 把他送走 就帮助他潜逃 这个我们都不懂 反复做工作 一直跟他 讲的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就一口牙死 就是我前面讲 他妹夫 真的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紧张啊 就一直淹 一直接一直的抽烟 眼前的两夫妻 情绪异样 民警知道 他们应该有所隐瞒 民警在周围搜索 很快发现 在附近的一个小仓库里 有一辆可疑的自行车 车子跟我们监控看的自行车 一致 而且特征也符合 上面还有血迹敌人 我们基本上 那就应该是 嫌疑人当时逃跑时候 所骑的自行车 车子是谁的 我大哥的 你大哥来过了是吧 你跟他去没 看到警方找到了自行车 嫌疑人的妹夫 不得不说出实情 2月8日清晨7点 嫌疑人的妹夫发现 有五六年都没联系过的姐夫 突然来了 姐夫浑身湿漉漉的 不太正常 当时他见到他妹夫的时候 就简单讲一下 他说我跟人家打架了 我要来这里躲一躲一会 然后她妹夫就说 你打架你不能在我这里躲 这样你会连累我的 嫌疑人的妹夫说 自己害怕被连累 就赶走了姐夫 也没有给他提供任何帮助 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我怀疑他外逃 已经逃离公会证 所以呢 当时我们首先第一时间呢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宣传通告 就向咱们公会证这边 全面的铺开 让他们家喻户晓 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 当天下午15点 东绿村村口的一个米粉店老板 向民警报案 你看果果的师傅 哇哇 哇 下 往这边走是吧 往这边走 他说早上的时候呢 就 见到过 仪式这个嫌疑的一个老头 在他店里面吃过粉 当时是早上的八点多钟 这个人呢 当时他是步行过来的 穿的是一件黑色的大衣 但是这个 这个老头呢 为什么当时他这么注意他呢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老头他 身上是湿的啊 因为他天下的雨嘛 但他没有雨具 吃了粉以后呢 他没有进公会街 而是返回往这个东绿村的方向去了 警方分析 嫌疑人离开妹妹家后 放弃了自行车步行至米粉店 吃了粉之后 又返回东绿村方向 看来他还在本地 这些人还是没有离开我们这个公会镇的 如果是往东绿村方向去的话呢 就应该是在他妹妹家 就是东绿村呢 他妹妹家 后面这一片的山林 因为他这个村呢 是靠近公路边的 他不可能在公路一带沿线多长 警方在公路沿线都设有巡逻的卡哨 因此 嫌疑人逃离的方向 极有可能是后山山林 东绿村呢 后面呢 有一个水库 旁边都是这个原子的这个森林 所以当时呢 我们考虑到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躲藏的地方 因为这个毕竟离这个他妹妹的家比较近 这样的话呢 很有可能会方便于他下来寻找食物 甚至是到了晚上 边晚上借着夜光 借着夜色啊 下来躲藏 也有这可能 所以当时呢 我们就以这东绿村为中心 这条进行这个搜查搜索 2月8日晚上18点 民警接到村民报案 嫌疑人在后山出现 确定是这个人吗 就是他 就是他 确定是这个人 他现在是往哪个方向走呢 往工费那边 那边工费那边 对 往工费那边方向 现在有群众汇报 发现嫌疑人往工费方向逃窜 他们是要调集所有的这个 行李往工费方向过去 第三第四组按原定计划往工费镇方向进行搜索 并与工费镇派的所对接 设卡拦截 山湖小镇意外出现惨案 警民联合展开全面围捕 山林里擦肩而过的黑影 小屋内尚未燃尽的灰烬 民众的举报和参与 民警们彻夜蹲守 嫌犯如何能逃出这天罗地网 围捕48小时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7年2月8日18点 在案件发生后的第三十三个小时 有村民向警方报案 他看见嫌疑人出现在工费镇东绿村的后山上 在那个工费那个后山那里 有一名村民 他五点多钟的时候 刚从后面这个 披衷水库所在这个山林 下山的时候 因为见到这么一名男子 一名六十岁左右的一名男子 穿一个黑色的衣服 从山上上去上山 村民回忆 他与那名男子擦肩而过时 对方不理会他 而且天要黑了 那人却要上山 这很不正常 当时他就起了疑心 这人上来干嘛 这个天色已经准备黑了 所以他是也很客气的跟他打了招呼 问他上去干嘛呢 但是也没有搭理他 这个村民下了山以后 刚好就在村里面 就发现了我们的巡场东绿 他就把这情况给我们反馈 村民看到的陌生人就是嫌疑人廖某 警方立即组织警力 从东绿村进入后山 在攀登至山岭的五分之一处时 发现有一个废旧的房子 里面还有一堆灰烬 当时还有些余温 据我们这样的判断的话 这个人应该离开这个时间 应该不会很久 估计是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样 我们就怀疑这个嫌疑呢 是会不会是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呢 什么啊 会不会是发现我们上山了 来躲避我们 嫌疑应该是往山上跑啊 正好呢我们为了我们也也担心这些人可能会重新返回这个这个房间里面啊 这个被救的房子里面来躲藏 民警们分析 天色已晚 如果继续追踪 就进入了原始森林 嫌疑人一直藏在暗处观察着警方的动向 贸然前去抓捕 可能反而被动 因此民警们决定在附近隐蔽蹲守 当天我们一直实际上没有彻底离开 我们首先是安排一组警力 在这个嫌疑的妹妹家里面 在妹妹家里面蹲守 另外呢我们还安排了 乳干组的这个侦察员 在这个东绿村一带的这个公路边 全程的全程的进行一个无缝式的一个监控 就监控这个从村边出来的人 这些嫌疑等等的 另外呢我们还安排了侦察员 对这一间发现灰烬这间非旧的房子 进行一个全面的监控 到了晚上的十一点多钟 十四点多钟 到了九日的凌晨一点多钟 四点多钟 我们都分别去了好几次 去查看这个嫌疑人是否下山了 是不是逃到这个非旧的房子里面去藏身了 整整一个夜晚的蹲守 围捕 嫌疑人没有现身 二月九日一大早 民警们再次正中待发 上山围捕 我们的侦察员一夜了还没有东西吃 因为一个下雨嘛 侦察员们有些穿得单薄一点的 甚至都打倒去了 打倒 但是呢我们的小伙子呢 都依然没有放弃 也没有任何人退缩 嫌疑人究竟在不在这座山上 他会不会已经穿山去了别的乡镇 在搜山进行到了两个小时之后 图绍华大队长突然接到理事会成员的报案 嫌疑人再次现身了 我们的理事会干部呢 他是到公会镇去买东西的 然后在回来的路上的时候 坐在公共汽车上 就远远的见到这个嫌疑人 他能很肯定的就是他 而且发现这个位置呢 就距离咱们这个东立村 公会镇东立村呢 他们每家这里 大概就是1.5公里这样 得知了嫌疑人的具体方位 民警们迅速前往抓捕 已经48小时之后 民警终于将嫌疑人抓捕 链字本vis 约翰を避免 所想的文字 面周赛 近清了 你这个什么时候 开始这个想杀这个料育制了 因为我怀疑她对我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 已经有发生五六年的时间 就算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证实这一码字 我两个小伙子三十几岁了 她不相信她妈妈有那种数 我就是会变成这样子 死也是这样子 嫌疑人廖某怀疑八十岁的余某 和妻子有不正当的关系 因此在案发那天进入余某家里 先后用砖头 铁锤和水果刀将余某杀害 然而经多方了解 廖某耿耿于怀的杀人动机根本就不存在 这个招募前的调查是没有 而且是通过我们的投访调查 以及他家人的了解都没有 所以不排除这个是受害者的自己 是嫌疑人自己异想出来的东西 一切都是他无端的猜忌和怀疑 一个错误的执念 最终导致了另一个家庭的无尽伤痛 作为我们公安机关 一定要打掉这种恶性案件 对这个社会治安的影响 在最短的时间把它周囊归案 我们这个案件呢 再没有这个我们这个高科技 这个支撑的这个情况下 能够得以成功侦破 这个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这个群众的基础 还有我们这个警民共建村务理事会的作用的发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A级通缉令 汤黄勇南1994年9月9日出生 呼籍地址江西省渝干县洪家嘴乡 和爱岭上小组194号 身份证号码3623-2919-9409-091133 该犯罪嫌疑人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再逃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 及时拨打110报警 家中大量财物被盗 一把菜刀让女主人胆战心惊 视频线索中断 茫茫人海中警方如何寻找犯罪嫌疑人 家中丢失的红色塑料袋 案发小区行为反常的情侣 黑色轿车大量赃物 冒名警方如何意外获获团伙大案 一样情侣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